一棵不准靠近的大树 猎人的剧毒弓箭 村民的亲密接触 可考对展览追寻独树真相 系列节目独入追风之独命家步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在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里 我们常常读到有关暗器和毒药的传说 某种涂过了毒液的暗器 破空飞出 打到对方的身上 立刻夺人性命 威力无比 这种离奇的情节竟然在现实生活中 能够找到原形 在我们国家的日带地区 生长着一种世界上最毒的树 传说 任何生物只要一碰到它 就会马上中毒死亡 并且无药可救 当地人把树枝涂在箭头 制成毒箭可以打猎杀人 这种毒树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这是一棵并不鲜艳夺目的大树 它的树叶 树枝和树皮 看上去都很普通 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 但是它的周围却戒备森严 一道水泥墙和密石的铁丝网 像一间牢房似的把它紧紧锁住 究竟这棵树有什么特别之处 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待遇呢 这里是广东中医药研究所的标本园 种植着来自世界各地最神奇最罕见的奇华异草 但在所有这些植物里 唯独这棵名叫家布的大树被称为毒树之王 据说任何动物只要一碰到家布树就会马上中毒死亡 并且无药可救 为了安全起见 工作人员把它围了起来 以避免无意伤人 15年了 没有一个人敢跨过雷池半步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这棵树原本并不生长在这里 它是15年前从海南移植过来的 本来家布树都生长在热带蜜林里 这让我们不禁感到奇怪 那些野生的家布树一定没有铁丝网的保护 那么它们附近的野生动物和居民 又是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呢 难道哪棵家布树下都会是死尸遍地吗 看来我们必须要到海南省的密林中 去寻找野生的家布树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能找到这种最毒的树吗 找到之后又是否会面临中毒的危险呢 为了揭开家布树的秘密 地理中国这制度乘坐海林来到了独树的原生地 海南省 海南省位于热带地区 这里气候温暖湿润多雨 在茂密的丛林里 生活着许多罕见而又异常危险的动植物 而家布树正是其中最为危险的一种 家布树为长绿桥木 有着笔直高大的树干 巨大的板根 哪年都会借出红色的果实 在没有枪炮出现之前 猎人为了增加弓箭的威力 经常在箭头上涂抹各种毒药 而在所有毒药之中 家布树的毒枝最为致命 在影片江山美人中 燕国巫师也正式通过调配家布树毒枝 试图毒害公主 不料他遭恶人暗算 反而中毒身亡 清初学者屈大军 曾在广东新语艺术中写道 药树壮丝木棉 齐叶白色 剑风则黑 土人如剑足以射虎 虎三月死矣 如此危险的毒树 没有让科考队感到恐惧 反而激起了我们更大的好奇 究竟科考队能否在海南 近距离接触到野生的家布树呢 几经打听 科考队的第一站 来到了霸王岭山下的 李祖古狩猎村大张村 传闻当地猎人将家布树的枝叶 涂在箭头上以捕获猎物 我们到达大张村时 正是清晨时分 整个村寨沐浴在金黄色的昭霞里 一片自然祥和的农家景象 在这儿我们不仅没有看到一个拿弓箭的猎人 就连一点狩猎村的感觉都没有找到 这让科考队有些失望 几经询问 我们找到了这位姓张的李祖村民 他是大张村的老书记 二十多年前也曾经是一名猎人 他说他可以带我们找到大张村里最后一位 还保存着弓箭的狩猎人 这时在我们心里早就把危险忘到了脑后 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看看真正的家部独树 但奇怪的是张书记却带着我们来到了一处农田 虽然有些难以相信 但眼前这位夏天干活的村民 就是传说中的猎人吉中平 在得知我们的来意后 吉中平说自己还走不了 他眼下还有水田没有离完 放眼望去 像大张村这样著名的狩猎村也是遍布农田 李祖百姓早就不再以狩猎为生了 村附近的土地都被开发成农田 种植水稻或木树 家部树和上山打猎 已经成为了遥远的记忆 科考队的心里不禁有一次担心 在这里还能找到传说中的家部树吗 跟完田后 吉中平在院子的储物室里拿出了两把尘封的弓箭 弓箭就在这里是吧 弓箭这里 哪个弓箭 哪个弓箭 这么大 这弓箭 每次使用弓箭前 把弓箭安装到弓梁上 这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现在已经安装完毕了 吉中平说 这把弓是爷爷传下来的 是用一种叫做波雷木的特殊木料制成的 木质坚硬 韧性好 但是要将弓的威力发挥到极致 还需要另外一种树木的配合 那就是家部树 吉中平把家部树树枝倒入了一个椰子壳里 和树叶一起捣碎 磨上五分钟后 再把黄泥加进去 因为这样可以增强毒枝的粘合力 然后他把箭头放到毒液里粘了一下 只要两秒钟 一支毒箭就制作完毕了 这时 工艳上的箭头已经不再普通 而是遍布家部树毒枝的致命毒箭 整个制作过程简单的令我们难以相信 百分之百就终于水了 一根水 它不是先出去的 就一拖一点点毛 就这样水的 它就松了靠那个 它的一 它松一翻叫了凉撑 哇 哇 这样就倒下去了 就水了 酒魁老坛 铺语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狩猎村是否还有家部树存在 杀人毒树为何能够制成衣服 当地人怎样避开致命危险 系列节目独目追踪之夺命家部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家部树的毒枝竟这样神奇 虽然感到有一丝害怕 但我们更想到山林里 亲眼一见这致命的毒树了 不过张书记的话 却令科考队大失所望 原来 大张村附近的那棵家部树 已经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被人给偷偷挖走 今天我们来到了那棵树 原来生长的地方 一是杂草丛生无法走近 张书记说 今天的家部树已经是宾微树中 十分稀有 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刚才我们用的家部树枝 其实是村民从海口附近的 一棵家部树上采取回来的 考察至此 我们找到了猎人和弓箭 却依然没能见到家部树 据专家介绍 家部树只在我国 广东 广西 云南和海南等地 少有分布 这是因为家部树的生长条件极为苛刻 只能生长在年平均温度 为21摄氏度至24摄氏度 年平均湿度80%以上 海拔不高于1000米的地区 由于其苛刻的生长条件 家部树很难形成树林 如今整个海南岛 家部树的总树也不超过600棵 那么科考队还能找到这种 新有的毒树吗 虽然在大张村没有找到野生的家部树 但是科考队还是有幸见到了它的毒枝 并且确认当地猎手正是用它来制作毒箭的 既然集中瓶所使用的毒枝是在海口市多家村采集的 那么多家村一定生长着野生的家部树 科考队决定立即前往那里一探究竟 这一次我们的队员又能否发现家部树的踪影呢 在民业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科考队来到了海口市东南的多家村 这是一个人口数千的汉毒小村庄 一到这里我们马上展开了调查 在村口一位大姐热心的为我们指出了家部树所在位置 经随行的植物学家判定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家部树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传说中坠毒的树居然就立在人来人往的村口 难道这棵树的树下不需要任何的防护栏吗 和广州那棵戒备森严的大树相比 眼前的情况似乎截然相反 这让科考队感到难以理解 用了这个是做什么东西的 一条木头这么大呢 从这里穿过去 胖一条竹杆 竹杆在上面呢 这样抓住那个扇子来 这样踩了 踩起来 踩到谷那核裂了是吧 那你们这些大米是要吃的 放在这么一个毒树下干活 你们放心吗 一般这树一般都没有什么毒嘛 这是怎么回事 家部树怎么会没有毒呢 从来没有发现过毒人 那师父呢 要是有毒个人洗水海干净啊 那小孩大人都在周围可以坐嘛 要是停热的时候 这圆满都在周围可以 随便住了凉活生涼呢 说是煮 随便包随便住很没关系 村民们并没有撒谎 因为在这棵树后 我们又有了新的发泄 原来这位村里的老人 曾用自己砍柴的刀子 在家部树的巨大板跟上 开辟了一个平台 就是为了方便村民 在这里躺着乘凉的 这下科考队彻底被弄糊涂了 几乎每个多家村的村民 都对家部树毫无戒心 随意就砍销树皮 在他们眼中 根本就不相信家部树是有毒的 村民世世代代生活在树下 为何并不知道家部树有致命危险呢 难道所有的传说 科学家的担心和猎人的经验 全是错误的吗 村民朝夕相处 亲密无间的大树 竟然是猎人口中 可以杀死狗熊的毒树 这家部树究竟有毒还是没毒 为什么大家的看法如此的不同呢 科考队感到非常的困惑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获得一条线索 在海南省的宝庭县 有使用家部树制作树皮布的传统 村民们为何要把传说当中能够夺人性命的毒树穿在身上呢 难道家部树真的不会伤人吗 在宝庭县民族博物馆副馆长的带领下 科考队来到了实在村 通过调查寻访 我们找到了村中唯一一位 掌握这种毒树加工技艺的老人 老人名叫黄远英 虽年于古兮 身体十分硬朗 据了解 在海南 离族人民制作树皮布的历史有三千年之久 其工具是 将树皮整块剥下 敲打成片状 再放入水中浸泡调洗 最后晒干脱水 经过加工的树皮布 能裁剪缝制成上衣 口袋 被子等生活用品 经久耐用 老人告诉我们 因为夹布树具有毒性 制成的上衣可以防止蚊虫叮咬 在独铜蛇兽随处可见的海南地区 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 科考队不禁有些疑惑 难道黎家人在加工加布树的过程中 不会害怕中毒吗 黄远英说 他有防毒的特殊装备 你要穿什么衣服 我说这个是来干的 穿哪个 在那里面的 这个是吗 这块样似维俊的纯麻布片 就是老人所说的特殊装备 这让科考队大吃一惊 除了这块纯麻布片 用毒树制作衣服的工具 还有一把砍刀和一个装砍刀的兜笼 它们显然不具有任何防毒功能 老人解释说 加布树确实有毒 但是只要在加工的过程中 多加小心 通常是不会中毒的 即使中毒 只要抢救及时 方法得到也无大碍 几年前老人曾在一次加工树皮布的过程中 不慎轻微中毒 把树皮就是怕热 怕肠 怕热 怕肠 等于就没有 不过这个老人他有一套经验 他把那个树根挖来少量的植水 好像就喝下去就以毒攻毒那样 把它解掉了 根据老人所说 近距离接触加布树 确有中毒危险 那么为何多家村的村民 能够安然无恙呢 酒鬼老坛 富与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剑血封猴的别称 是否名书其实 种树纷纭的亲身经历 无秒致命的动物实验 可好对如何解开毒树 伤人奥秘 系列节目 独物追踪之 夺命加布 地地中国正在播出 究竟加布树有毒还是没毒 为什么大家的说法如此不统一 带着这个问题 科考队来到了 位于丹州市的海南热带植物园 这里也种植着两棵 被移植过来的加布树 专门研究热带有毒植物的 黄少华研究员 并没有急于回答我们的问题 而是拿出了一把和橡胶的胶刀 在加布树干上 割了一条口子 可以往上推 也可以往下推 你看下去了 现在表面上已经开始有卤汁出来了 好 我们接一下吧 花破了它以后 它那个就会流出一种 淡黄色的这个卤汁 就在这时 黄少华做出了一个令我们吃惊的举动 我觉得你们怎么都那么怕呢 我觉得根本没事的 像您这样摸不担心会有什么事情吗 没事 我觉得没事的 那我拿回去充醒一下 基本上就不会有毒性的 只有这个树枝碰到我们的伤口 还有这个口腔黏膜才会产生这个毒服作用 就我身上没有伤口和没有什么东西 如果我不碰我的眼睛或者口腔的话 我都没有这个恐惧感 原来毒树虽然厉害 但由于人体的皮肤有一层角质层 能够阻挡毒汁进度 只要及时洗手 不触摸眼睛 口腔等粘膜部位 就不会中毒 专家说 夹布树又叫见血风头树 一旦致命的毒汁 见了血 进入人体之内 就会造成致命的可怕结果 那么夹布树的毒汁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毒素 它的制毒精力又是怎样的呢 从见血风猴这个别名来看 风猴似乎可以理解为 呼吸困难和窒息的意思 夹布树的毒汁 是否会让人窒息而死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科考队决定做一次动物实验 在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的实验室中 我们将一只实验专用的白兔 麻醉后摆在了实验台上 一旁的电脑在时刻显示 这只白兔的心跳 然后我们将夹布树的毒汁 注射进白兔的静脉 让科考队完全没有想到的是 短短五秒钟 兔子的心跳就变成了一条直线 我们请专家在电脑上 重放了一次心电图 仔细进行分析 从心电图看呢 这个一分钟 这个时候呢 这只兔子的心脏 发生了严重的心理失常 我们看心理失常 逐渐的变得越来越重 从食谱到心事颤动 现在心脏也就停了 通过这个实验 科考队得到了清晰的结论 夹布树毒汁的致命原因 并不是像它别名中 所形容的那样疯猴 而是通过伤口进入血液 再通过血液循环流进心脏 造成急速心梗致死 所以制作树皮布的黄韵英老人 并不害怕接触夹布树 而多家村的那棵夹布树 其实也是有剧毒的 只不过由于它年岁已高 当地百姓把它奉为 护卫村子的神树 很少有人去破坏树皮 更没有谁闲着没事 故意拿树枝来涂抹伤口 因此就这样相安无事 造成了村里人认为 它没有毒性的误解 如今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帮助下 人们发现 夹布树的毒汁 主要成分为强心带 如果将这种成分 控制在一定剂量之内 反而会起到强心的作用 夹布树是大自然 赋予人类的奇妙声明 先民们不仅能利用它 来狩猎 制衣 科学家还能将它致命的毒性 变成救人于生死之际的 神迹良药 今天 留住神奇的夹布树 留住自然界中 不可禁属的真奇动植物 无疑成为人类眼下 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据专家介绍 夹布树和其他有毒的植物一样 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 在独特的地理环境当中 经过长期进化 体内形成了有毒的物质 以免自己受到其他动物和昆虫的伤害 虽然夹布树是致命伤人的毒树 但只要我们了解了其中的规律 合理利用就能够趋利避害 和谐共生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明天见